同来不会有人觉得好像刘晓庆这么漂亮的女明星会适得做生意的 不过刘晓庆就是凭着她的努力和她勇于尝试的精神 创造了女演员进军商界的传奇 其实你本身就是一个很出色的演员 为什么当初会忽然间想到要去做生意的呢 她是这样的 其实我做生意主要是因为穷困所迫 因为当时因为我一个月只有五十块钱的工资 但是呢我很孝顺 因为我的家里有爸爸妈妈还有外婆 还有呢 因为我妹妹呢 就我们两姐妹 我妹妹到法国去读书去了 也是我在负责嘛 因为中国又是正好是改革开放的大潮 所以当时我就觉得还是要做一些生意去 结果一下就当时在那种情况 然后就做办了好多好的家公司 有多少家最传承设计的 最多时候就是二十六家吧 设计各个领域 但是每一家都是跟对方合作 对方都是专家 就这样 后来就 就一不小心就挣了一些钱 然后就上了一个什么福布斯杂志的百名富豪榜 不是我要上的 他们自己弄的 然后福布斯杂志的百名富豪榜 第一期我是第四十二位 第二期我是第四十五位 那时候呢 是不是真的赚了很多钱 因为当时我拥有很多地 我是地主 拥有很多地 然后我就招商引资 这些都很复杂 就是那个吸引外资进来 但是你曾经试过 有一次搭飞机 看回到下面的中国的土地 你就觉得自己呢 没有任何事是你做不成的 是 因为当时天地很广阔 而且还有呢 确实是因为我自己有很多资源 再加上呢 我每次每一个项目 我都请专家 在每一个项目当中 我都觉得像上了一所大学 然后我觉得自己也长进了很多 其实我觉得一个